在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苹果马上要发表新机了 这个一年一度的众所瞩目的新机 要出炉了四只 这一次的iPhone15 在美国的周三发布 将亮相 欧系法人评估 说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iPhone15被货量下修到7800万只 本来预估是8000万只 所以修正了200万只下来 今年整体iPhone被货量 整年会下修到2.03亿只 2.03亿只其实相对是一个低标的 相对是在一个不好的状况 等于说欧系法人认为 苹果这一次的新手机 不会卖得太好 另外比较乐观的 原先还看到9000万只 我刚刚讲8000万只 是一般市场的共识 那又乐观是看到9000万只 结果欧系法人说是7800 这次给出来报告说 7800万只 那到底苹果的会被卖得好 等他心机亮相 大家再来给一些评论 那我们节目现场 透过YT跟电台直播的是 这个摩尔投过的 陈坤仁飞行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坤仁你好 晚安 大家晚安 你觉得呢 7800万只 修正200万只 那乐观本来看9000万只 后来就掉8000万只 现在又进一步修正到7800万只 我觉得iPhone这一次的话 因为它有包含像是Type-C USB4 然后呢 甚至它还有前望镜头 所以如果就这一次的话 我认为换机槽 它应该还是有的 可是这一次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像华为这次竟然还在 就是推出两只新机 一支是Mate 60 Pro 那另外一支的话是折叠机 所以这个是有挑战苹果的意味 或者是说有一些 类似像是政治的这个宣告的意味 我觉得是蛮浓的 那所以我觉得大陆那边 中国那边的相关的一个销售状况 会是接下来苹果的最新 这支手机的观察的重点 那因为其实如果就明天 应该说今天凌晨就要公布出来的话 其实短线上面 我先请大家就是说 在所谓的瓶盖骨这部分的话 就不用特别去做追加了 因为毕竟这边应该是 该看到的利多已经都出来了 那如果真的之后再推出来 销售状况是优于预期的时候 那时候的苹果的供应链 才有机会再一波的涨势 所以如果就销售部分 我觉得先看一下 那如果就个股的来说的话 可能这边也是一样 也是先先等等再看看就好了 好那我们来看外资法人 今天在节目交易上买超 第一名是00929 富华台湾科技优袭 因为他是月配系 是第一档台股ETF月配系的 他这档推出来之后 我看现在投信也开始 这个各家投信都在准备 要退月配系的 这个股票型ETF了 那就是台股的ETF 那另外那鸿海是买超第二名 这个00929买了24000张 鸿海买了12000张 伪创买了12000张 最近外资在买伪创 但是投信在卖伪创 联电也买了9800张 中信金元大金正文光宝科 还有系统提威锡 这个星光金 都是外资在节目交易上买超的标的 那在贵买的部分 外资买广运 还有新权 宏捷科 合金 齐邦 旺系 亚信 家邦 万润 中光电 那投信在贵买买超 也是有新权 也买齐邦 另外买合金 这三档股票 这两大法院都同步在买超 另外买威钢 广基 中光电 也是这个外资有买超的 另外买了新浦 那新浦今天很强 股价创破断新高 那另外买中美金 家邦 这个群联 那最近话题都是在这个00929身上 因为他成立才三个月的时间 那他的规模从50亿一下变500亿 所以可见 这个月配席 真的是很吸引人 大家都冲进去买他 那这档ETF呢 除了月配席是首创以外 另外呢 就是他没有台积电 也是这个比较特殊的 那你说 他的这档ETF的名称叫做 这个台湾科技优息 台湾科技优息 对不对 怎么会没有台积电呢 另辟蹊径 对不对 那据说他的40档成分股 都是现在的名牌 只要follow这40档成分股 因为资金一直留住 这档ETF 就是ETF一直去买这些股票 因为其实 我刚好最近对 这个这档ETF 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 最近都在传言这档ETF 对 为什么要对他深入研究 真的是因为刚刚莫华哥 讲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他真的太有影响 因为他成立到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只有短短不到 这算三个月 算三个月 对 然后他也创下了最快达成500亿的纪录 那因为为什么他没有 所谓的台积电的持股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 就是他其实是用 过去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就是他用殖利率 然后他用剔除掉一些景气循环股 甚至他把一些 就是所谓的选股的条件的话 放在成长的个股族群上面 所以会发现说 其实他的一些相关的成分股的话 你发现说 你去把富华的ETF的网站 把它打出来看到的时候 竟然会发现说 他买的就是现在目前 那个积极买盘的一些相关的个股 比方说他的第一名 就是8016的矽创 然后矽创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就是几乎是天天买超 然后不断买超 也把他买到的一个波段性高 你说投信在买什么 其实就ETF的买盘 对 所以 细创 你看联发哥最近也很强 晶元店 对不对 见顶 新浦 企基 他前五六大持股就这些 广基 刚才也看到 又是法人买超的标的 好锐移 对不对 奇邦 你看又有了 对不对 智义 群光 大连大控股 联勇 联勇最近在抢什么 就抢他 对 所以其实这个重点的话就要是 历史有样是此消彼长 因为其实他的这档ETF 我们如果细看他里面的部位来说的话 他并没有我们心目中那种所谓的传统的 AI的主流股跟领头羊 尤其是他没有广大 他也没有伪创 也没有技嘉 他本来有伪创 对 他把伪创踢掉了 对对对 伪创本来是他第一大持股 对 结果他上一次把他踢掉之后 那有人在说 会不会他错过了这一波的AI的掌势 结果反而没有 那反而他因为这一次避开了所谓的AI的这些相关的个股的时候 也让他的一个绩效 甚至他的一个月配息的部分的话 我老实说他有动用一些凭准金 那凭准金如果有时候有机会 我们再跟大家做细部的说明 然后呢 凭准金要看他的市值规模暴增的情况 对 因为如果就所谓的现在目前市值暴增的过程来说的话 他必须要动用到所谓的新进的投资人的本金 也就是凭准金的部分 讲白话也就是卖股票去发息就对了 有点这样 一定啊 因为他没有 哪来那么多息发给投资人 每个月都要配啊 因为他如果就这个月的数字的话 是暴增了200多亿的规模 所以他必须要动用所谓的凭准金 绝对要的吧 对 而且他评准金比率会高哦 就占配期的比率一定会高哦 对 如果大家去查一下的话 他的8月份的评准金大概配了大概有0.4块左右 大概40%都在配在评准金上面 40%配期评准金 对 那其他的就是吸收吗 其他真的是吸 或者这样是资本利的 试诚我觉得还好啦 所以这张 因为他的市值规模真的暴增太大 是 所以他有点像是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刚好前一阵子 其实主管机关金管会那边 他们也有多对所谓的凭准金 那个制度去去做一些评估跟考量 那我相信在未来的ETF的市场上面的 包含像是各个制度 甚至像是凭准金的动用 都会更有他的一个规范所存在 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话 可能要请投资朋友稍微留意一下 在0056和00878 这两档ETF 就是我们一般传统的元大高股息 跟国泰这两位老大哥身上 因为其实这两档ETF 他们被赎回或者说被卖超这个动作来说的话 他就必须要把他的股票去做卖出的动作 因为当投资人在卖 或者说当所谓的基金的规模变小的时候 他就有必须要去做被动的卖出 那所以比方说像是ESG 国泰永续高股息这样 他的前几大的持股 竟然就是在 微创 广达 华硕 然后呢 音业达 光宝科 人保 的这些身上 有一点那个投信 共同基金跟ETF 这些AI集中持股的踩踏问题 有 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你找 你找卖了 你就找人家跑一步 对不对 你晚卖了 就变垫底了 就变这样子了 大家都拼命卖了 对 因为 当初是拼命买 现在变拼命卖了 对 因为现在目前市场上面在评估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年底的时候 0056跟00878 他们都必须要去对他们的持股 去做一个调整 11月初就出来了 对 那因为 像878好了 因为878他 也是在要求是 过去三年的 所谓的股息的殖利率 那万一如果因为短线上面的AI 涨多了之后 那会不会有股息殖利率 是变低 或者说必须要把它剔除成分股的 这个问题 这个是现在目前市场上面正在评估的过程 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 我相信有一些资金 他们就在这边先去做一个卖出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引动了被动式的卖压 然后呢 也让这些相关的AI的族群 在这边去做一个 短线上面有比较大幅的挥荡 所以我请问你 那这个AI股 这样的看起来 卖压一直到11月不会止吗 因为你看台股共同基金也好 台股ETA也好 买了多少这些广达 伟创技嘉光宝科这些股票 对不对 就这四档买了多少 那他们在11月换股 都要剔除掉这些股票的话 那谁会去当他们的垫底 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的话 谁会在这个地方去买进 帮他们做这个 你丢我减的动作 就变这样子了 所以现在目前的话 短线上面的台股 还是回归到我们 现在目前的一些 主流的个股的部分 跟族群的部分 那先借我插一下一个小小的插播 就是今天是9月12号 那我可以请我们导播小编 帮我把这个第一页投影片 先把它切出来 就是之前跟木华哥 在四月份的时候 帮大家做的一个小专题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对等一下回到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就来谈这个话题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凭准金到底是什么 凭准金的ETF 他们为了要配息 你想看投信手上 就是说这ETF手上 不见得有这么多的股息收入 但问题他每个月都要配 或者每季要配的话 他因应就 而且配息还要稳定 对不对 他也不能忽高忽低 我手上有这个拿到的息收 我就配 没息收我就不配 那这样忽高忽低 投资人也不买单 而且又要高 要求现在这个息率要高 你看到动辄都10%以上 甚至7%8%的 对不对 一年要配这么多的 这个息出来 那没钱怎么办 没钱就卖股票 用卖股票来配息 这叫凭准金 其实凭准金 他就是在ETF里面的 一个会计科目 事实上他没有这个钱 就是说当要配息的时候 你市值充太快 这个规模一大堆人 涌进去的时候 因为原来 每一个人分两毛好了 现在只能变一毛了 那你怎么交代 没钱卖股票 卖股票来配 就变成这样 这个叫做凭准金制度 那当然因为这个制度 引发了很多的 这个 等于说投资人的 这个 的这个正反面的看法 所以金管会 现在也出手了 就是说要求投薪 一定要很明确说明 这个你到底 你的这个息 里面是多少凭准金 然后多少是真正的息收 这个要透明 投资人知道 假设说你配的息 80%都是凭准金 那是怎样 对不对 你只有两层的 两层的息收 那你就本来就不应该 要配这么多出来 你为了要充你的息率高 去跟其他投信拼 你充到那么高的息率 那你这样不是有 这个骗投资人的问题吗 是 对不对 昆仑这个 其实我觉得就是 你把凭准金到底按 你的配息比率多少 你讲清楚 然后你再去算 他的这个 配息前的市值 扩增的一个情况 到底合不合理 合理当然没话讲 因为太多人一下冲进去 你没有那么多息 你本来就是要用 卖股票来配 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你如果 是刻意拉高你的息率 然后用凭准金 用卖股票来 拉高息率 你就本来就没有 那么多息 那就不合理 是 因为过去是 所谓的 ETF的被动式的 像这种高股息的ETF 他们没有被要求 一定要揭露 所谓的凭准金 所以这一次 在9月初的时候 我觉得主管机关 他们有在 关注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也说他们要去研究一些相关的规范的方向 所以希望会在年底的时候 看到一个这样比较健康 然后比较好的成长的制度 因为真的 现在的很多的ETF 他们都在拼殖利率 你8% 我掉8.5 要9%以上 那个我觉得有点 老实说有点太超过了 可是如果回归到 能够有一个监管制度的话 会对ETF这件事情 会是一个好事情 00878已经这一次配息就公告了 对 他零凭准金 我全部都是吸收 你不要说我灌水 那我刚刚讲说 这个ETF现在对个股的影响很大 刚刚昆仁也讲00929的问题 对ETF现在对个股影响很大 为什么 0050 3000亿市值 0056 2000亿 00878 1000亿 这三档加起来快一兆 6000亿 对那所有的这个高股息ETF 加起来5000多亿 很惊人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现在ETF 对于个股或者说大盘的影响 当然大盘他就没有办法跟外资抗衡 但对个股绝对有影响 比如我们讲0056 0056是每年6月跟12月的 第三个星期五的下一个交易日 这个等于说要调整成分股 他成分股的调整是纳入五档 三除五档为上限 那另外呢 还有非定期的调整 那00878呢 是这个每年的11月 11月调整 11月跟5月调整 所以大部分 11月到12月就是这些 1000亿2000亿ETF 要调整成分股的很重要的时间 那你说个股会被 被剃掉的 被他抛掉了 或新营取进来的 会不会有波段行情 肯定会了嘛 对 所以现在问题的话 就是回归到 这些相关的ETF 或者是就这些 有预先 有预料到这些相关的资金们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如果真的在11月份的时候 那相关的AI 因为短线上面 真的涨多的过程之中 然后呢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们必须要被剃除成分股 那就自然而然 会在11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就会有一些 引动所谓的ETF的被动式的调整的卖压 那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说 这个时间点的台股的相关的AI的族群 到今天为止 你看得到的应该主流的都在跌 然后呢 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大盘好像涨了100多点 但是你没有感觉 那当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真的就是这些相关的AI 还是目前我们投资人的大中 然后呢 他们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这边 我认为短线上面的一个行情 必须要再做整理 那什么时间点有机会 我觉得应该是说 因为毕竟他们叫做 是被动式的基金 因为他们真的会在那五天 就是三天到五天的时候 把那些部位都把它调好调满 那这些相关的资金 如果真的看到这件事情的话 就会预先去做调整的动作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我记得我们之前 跟大家聊过一个主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掌握到 160块的伪创的高点 原因就是因为 明年如果是8块钱EPS的话 那它就是160 所以160之上 老实说没有法人愿意去做追价 那当它跌到140的时候 有没有人愿意去拼 那个140到160 我也很老实说 应该是没有 因为如果从140到160 就是一个不到20%的空间 可是到现在目前的话 已经跌到差不多接近 100块附近了 那100块这边关卡 能不能守得住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但是就我的观念来说的话 这边已经是基本面 是跌出投资价值了 只是呢 就所谓的筹码面的部分的话 是还没有 因为他们真的还在调 还在做一些 那个主动也好 被动也好 反正有预想到的法人 都在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都在卖了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变成说 我这边的看法 就是说如果投资朋友 你现在目前手上有 那你恐怕还要再 闷好一阵子 那可是如果你这个时间点 你要等 我觉得你可以等等看 就是等出所谓的投信卖 但是股价却不跌 或者是说那个卖压 已经到了一个捷径的 那个过程的话 我觉得反而有可能会领先 去做一个触底回升的过程 所以伪创也好 广达也好 然后呢技嘉也都好 就会变成是一个 看什么时候 能够止跌的 这样子一个现象 所以回归到 那个台股大盘的行情来说的话 我还是用我们这几个礼拜 跟大家定调的方向 就是当现在目前看起来 就是一个量能不出的 一个过程来说的话 就只好用那个时间换取空间 或者是说就只好用 那个族群的轮动的方式 因为虽然好像AI不动了 可是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像今天的汽车也在动 汽车凝组件最近很强 提威西长停板 地宝也一直在上 是然后呢像什么 耿鼎的话也在创破 东洋啊这些耿鼎 对 那他们为什么会涨的原因 就是因为前一阵子 其实在中国大陆那边 他们有一些相关的政策 甚或是说 其实汽车跟景气的复苏 也有相关性 所以景气目前看起来 有触底 甚至像是一个回稳的 这样一个机会 我不敢说会全面反弹 或全面复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渐渐的看到一些 就像是守稳这样的契机了 那因为他们也不是那种 很贵很高的族群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在 所谓的轮动的时候 就会有些资金 愿意去买他们 或者说就去做一个 低阶这样的动作 那就变成是说 现在目前的一个 类鼓轮动会来的 比较快速一些 如果你有AI的人 不好意思 你可能还要再闷一阵子 但是等到 可能不止一阵子 就是等到那个 所谓的卖压捷径 然后呢股价不跌的时候 那时候就自然会有低点浮现 那我对AI的看法的话 就是短线洗浮而 可是呢 就所谓的波段来说的话 它依然还会是 所以你还是看好就对了 我觉得还是看好 就长线来说的话 我依然是看好的 那只是这边的重满面 真的需要去做一个 沉淀的这样的动作 那既然重满面沉淀 资金一定会移转吗 那你现在看好 什么移转的类股 好 因为确实 如果就目前看起来的 大方向来说的话 真的叫做是主流的族群 便要看资金到哪里去 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说到 像是那个IC啦 IP啦 那甚或是像是 今天大家看得到的 就是像是一些那个汽车啦 然后这些族群的话 变成说资金进去 那你可能就是 跟着资金走 就是这样一个方式 那另外的话 我记得上礼拜 我有跟大家说到 就是说那个 加我的LINE AD的话 时间快不够了 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那个周报的部分 我会每个礼拜天 帮大家提供 那因为这份周报 真的是我自己的会员 在使用的 那这个时间点 因为行情比较偏震荡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把我的LINE AD 把它加起来 然后跟我索取周报 我会跟你讲说 现在目前有哪些方向 比方说我这个礼拜 其实我就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这个礼拜 其实你不要去追军工 因为他们应该是叫做 提材面利多出尽 那APPLE的话 刚刚穆华哥有问到 其实我这边 对APPLE的一个情绩发表 我也是紧看反弹 那比方说如果像是那个什么 那你LINE AD要讲一下 那我的LINE AD的话是小老鼠DAR-E-N-888 然后就会发现说 这边上面真的有很多很多